欢迎收看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赖正凯 美联储近日公布了去年11月消费信贷数据 美国消费信贷激增并创下有史以来最大增幅 这表示美国中产阶级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累积的储蓄已经用尽了 这份数据引发了业内人士的瞩目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联储公布的消费信贷数据指出 11月份美国消费信贷激增了惊人的399.91亿美元 是专家预期195亿美元的两倍 同时也比10月的168.9亿美元翻了一倍 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其中包括汽车贷款和助学贷款在内的 非循环信贷增长了200亿美元 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七大增幅 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信用卡债务增长 这一数字在11月增长了近三倍 从10月的66亿美元飙升至198亿美元 创下了迄今为止最高记录 众所周知 11月下旬的感恩节和黑色星期五 往往代表着美国年底购物旺季的开始 因而在11月出现消费信贷数据的增长 本应顺利成章 不过上述数字的增幅如此惊人 依然令许多业内人士始料未及 另外根据Landing Tree公司2021年年底所进行的一项调查 在2021年11月至12月的购物季中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选择了贷款消费 其中62%的借贷人使用信用卡借款 同时有近40%的美国人 在2022年使用了先买后付来购买假期商品 比2020年的37%还要多 专家指出尽管上述信贷数据表明 疫情眼下可能并没有影响到 2021年美国假日记的强劲消费需求 想要出去消费的冲动 让美国消费者的信用卡债务大幅激增 但这可能将改变许多经济学家 此前对美国经济的推断 是否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衰退恶果 无疑值得人们高度警惕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